威斯里系列 第五篇 透明光 泥框 第五部 扑朔迷离的教授身份 当然 我是恨不得驾驻车子 直冲进罗教授的住宅去的 但是我却不能不小心 因为杀人王伯拉克知道有人在晚上接近他 他会毫不犹豫地开枪射击 我停下车子之后 在浓雾之中 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巧的步伐 向前奔去 不一会 我便看到浓雾之中 有住两盏黄色的灯光 那是罗教授住宅的大铁门上的灯光 我停了下来 轻耳细听 四周围一片寂静 我又继续向前走去 不一会 我已经到了铁门之前 正当我准备绕过铁门 越墙而越进院子之际 突如其来的 忽然有一个人 出现在我的眼前 由于当时 雾已经十分浓 那人是突如其来的在我的面前 由浓雾之中冒出来的 如果不是我停步得快 我们已撞一个满怀了 在那样的情形下 我实是没有躲避的可能 我抖得站住 那从浓雾中出来的人 也抖得站住 我们两人 鼻尖相距的距离 不会超过一掌 我猛的一呆 立即向后退出了一步 抬头向前看去 我首先看到一柄 指住我的手枪 在那一瞬间 我身子内所有的精力 几乎都要迸发为一股使我的身子能够跳跃而起的力量 事实上 我的身子也已向上 急弹了起来 但就在我身子急弹起来 希望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避开柏拉克的子弹之际 我却听到了罗蒙诺教授的声音 年轻人 原来是你 我连忙落下了地 来 不错 站在我面前的是罗蒙诺教授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柏拉克 虽然罗蒙诺的手中也持住手枪 但是那和柏拉克手中持住的手枪相比 却是大不相同了 谁会见到女佣拿住菜刀而吃惊呢 但谁又会见到了黄汉挥舞住菜刀而不吃惊呢 我的神经松弛了下来 罗蒙诺教授以奇怪的眼色望住我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他竟立即收起了手枪 年轻人 你来做什么 在那样的情形之下 我除了开门见山之外 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子了 我直截了当地道 我是来拜访你的 罗教授摇了摇头 不以为然在这样的天气 用这样的方式 他所说的用这样的方式 分明是指 我偷偷地接近他的住宅仪式而言 我冷冷地道 教授 当事情和一个可爱的女郎的性命有关时 即使天上下注刀子 我也要来见你 罗蒙诺教授面上现出了迷惑的神情 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 而且是一个杰出的演员 我心中想 罗教授更以迷惑的声音道 我可以给你什么帮助呢 我踏前一步 一手握住了他的手臂 同时以极快的手法 自他的衣带之中 取出了他的手枪 我的动作极快 在我想象之中 罗教授至少应该做抵抗才是 可是他却一点也未做抵抗 面上的神色更是不胜害意之志 大声道 年轻人 你这是做什么 我心中略感奇怪 因为罗蒙诺教授这时所表现的 纯粹是一个受了惊的老人 而绝不是什么富有特殊任务的人 但是日间我曾见到 勃拉克的白鳄鱼皮带 红宝石相成的皮带扣 勃拉克的快枪 又几乎在半分钟之内 将我的身子做蜂巢 这一切对我的印象 实在是太深刻了 所以我立即以枪 抵住了他的斜下 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意 只不过想在和你的谈判中 略占上风而已 罗教授以吃惊的声音呼叫到谈判 什么谈判 天 我碰到了一个疯子 我冷笑了一声 别装算了 我们快进去吧 罗蒙诺教授在我的指泪下 当然不敢不听我的话 他打开了铁门 我和他一起走了进去 进了客厅 客厅的灯光亮着 我和他在一张长沙发上 坐了下来 自始至终 我的手枪没有离开过罗蒙诺 因为我推想伯拉克和罗教授 可能有著十分不寻常的关系 那么我挟制了罗教授 伯拉克就算出现 他也不至于骤然向我下毒手了 我坐了下来 四面一看 似乎没有人出现的迹象 我立即道 好了 我们谈正经 燕小姐呢 她是死是生 罗教授 却并不回答我的问题 只是大叫道 疯了 你一定是疯了 随着他的叫嚷声 有一扇门 发出了砰的一声 打了开来 在那差时间 我的神经 又紧张到了极点 我连忙 将罗教授的身子 拉了一拉 这在我的面前 在我的想象之中 那一定是 伯拉克出现了 我已经决定了 毫不犹豫地 将他射伤 可是 门开处 几乎是跌进来的 却不是伯拉克 而是罗教授的管家 那管家 只跨进了一步 便站住发呆 罗教授则高叫道 叫警察 快叫警察 我则冷冷地喝道 叫警察 只怕对你们的朋友 不大方便吧 罗教授气得脸都红了 道 什么朋友 我黑得冷笑一声 道 冷血的伯拉克 我满以为 这是我的杀手钢 一说出来之后 罗教授一定会软下来的 可是 罗蒙诺却只是呆了一呆 随即以手加额 天 你在讲什么 我沉生道 罗教授 你别再演戏了 杀人王伯拉克在这里 你真正的身份 并不是什么科学家 本来你们所从事的肮脏勾当 我绝不会来干涉的 但是我要你将燕小姐和王燕两人交出来 如果他们已死了 那我将会替他们报仇 罗教授的面色发青 道你 你是一个幻想小说作者吗 我被罗教授的态度弄得暴怒起来 我猛地站起身来 以枪柄向罗教授的头上击去 但是 当我的手枪击中罗教授之际 我突然听到了电话号码盘转动的声音 我连忙回过头去 只见那管家不知什么时候 一到了电话机旁 他已经拨了两个九字 我连忙一仰手 喝道 停止 那管家的动作 历时僵住不动 我又喝道 放下电话 那管家以一种十分阴森的目光 望了我一根 依言放下了听筒 当然他是不敢不听的 因为我有枪在手中 那时候 客厅中的三个人都僵力不动 罗教授和他的管家 看来是被吓呆了 而我之所以不动 是我想到如果他们和伯拉克是有来往的话 他们敢惊动警方吗 因为 储藏室中雷雷的弹孔 可以轻易地证明 这屋中有住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 然而 刚才若不是我阻止的快的话 那管家已连拨了三个九字了 难道罗教授和伯拉克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 那简直不堪设想 因为伯拉克进入厨房去取咖啡壶 他完全是住在这屋子中的 我扬了扬腔道 伯拉克先生呢 不妨请他出来会会面 那管家以十分阴沉的声音道 先生我们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 我冷笑了一声到你到处物室中去看一看 大概就可以明白了 罗教授叫了起来到处物室 老天我越来越糊涂了 你这疯子究竟想在我们这里得到一些什么 罗蒙诺静赖的这样干净 我冷冷地笑道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就可以明白了 走 我拉住了罗教授的手臂 又将枪抵住了他的斜下 同时向那管家喝道 你也走 那管家的面上露出了茫然的神色到处物室去 先生你不是想在那里 将我们解决吧 我冷笑了一声 是我差点在那里被你们的朋友所解决了 那管家和罗蒙诺教授对望了一眼 两人都不出声 我又喝道 快走 那管家转过身 向前走去 我和罗蒙诺教授跟在后面 我又吩咐那管家道 你一路向前去 将所有的灯开住 老实说 如今我制住了罗教授 虽然说占了绝对的上风 但是我对于伯拉克 却还是有所忌惮 因为在传说中 他可以在昏暗的情形之下 连发七枪都射中扑克牌 红心七的七点红心 而那张扑克牌 是在他三十公尺前面的 对住一个枪法 如此神奇的人 如果他在暗 你在明 那你便等于有一只脚 踏进棺材去了 那管家 依住我的吩咐 一面向前走 一面开住了 所有的灯 屋子之中 大放光明 我仍然不敢 丝毫怠慢 我将罗教授的身子 当住盾牌 挡在我的前面 等到来到了厨房中 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时 我竟松了一口气 像是走了一段掌 路程一样 厨房中的一切 和昨天 我所看到的一样 那只曾为伯拉克 握过的咖啡壶 也还在 我断定冷血的伯拉克 如今一定不在屋子中 否则 他早已出来了 那管家 在通向储物室的门前站定 转过头来 看我 我已经决定 先要罗蒙诺承认 伯拉克是在这里 然后 再逼他说出 王雁和雁芬的下落来 这一切 当然最好是在 伯拉克回来之前 办好 我仰了仰手 将门拉开来 那管家 将门推了开来 不等我吩咐 又住亮了 储物室的灯 我用力 推了推罗教授 使得他 亮腔的向前 然后喝道 你看 然而 我只讲了两个字 便立即塔前一步 将罗教授扶住 本来我那一推 是要将罗教授 推跌在地面上的 然而这时 我却赶紧将他扶住 唯恐他跌倒 差时之间 静到了极点 我们三个人 谁也不出声 我只觉得心头 砰砰跳 在寂静中 唯一的声音 便是一只猫 在咪咪的叫住 不错 是一只猫 储物室中 有一只猫 也不是什么 出奇的事 储物室 通常都杂乱无章 在许多杂物的空隙之中 正是猫 最喜欢藏匿的地方 可是这只猫 确实我一见之下 就整个人震住了 作声不得 那头猫儿 有著黑白 交杂的斑纹 我是见过的 那正是昨天 身中几枪 从杂物上 跌下的死猫 至少十分相似 但如今 这只猫儿 正望着我们 在教授 除此之外 我还看到了 储物室中的情形 不错 那是一间 储物室 其中堆满了杂物 和所有的储物室一样 但是却一点 也没有什么 暴力的痕迹 没有枪动 没有被破坏的物室 没有倒下来的东西 尘埃甚厚 险见堆在其中的杂物 就未给移动了 老天 这算什么 我是在做梦吗 我乍一见到 储物室中的那种情形 我的脑筋的确混乱 到了极点 但是 没有多久 我立即镇定下来 我还不知道 目前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只不过有一点 可以肯定的是 我昨日的遭遇 绝不是幻觉 而我如今 也正是在同一的屋子中 当然 事情已经过去 近二十个小时了 有那么长的时间 来布置一间 满是哀尘的储物室 将有弹孔的东西搬去 喷上尘埃 捕好墙壁 另外找一只 相同的猫儿 并不是什么男士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罗教授的身份 是什么呢 他显然是要掩饰 伯拉克的存在 那么 我如今的处境 可以说是危险到极点了 我将罗教授的手臂 握得更紧 我只想到一点 我必须立即离开这里 早就有人疑心 伯拉克表面上 是单独行动 但是在他的背后 还是有助一个大组织的 现在我可以证明 这一点了 而我一个人 是绝对没有办法 和这样的一个大组织 作对的 我要立即离开这里 并和警方秘密联络 那时 罗教授像是 无可奈何望住我 这老狐狸 他的表演 功夫真好 他道 年轻人 你刚才提到储物室 这里就是了 我道啊 我一定弄错了 你们这里很和平 是不是 罗教授道 就是你来得太不和平了 我冷冷地道 我退出的时候 也非用武力不可 罗教授道 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我道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 但是我却也不想被人伤害 我要你陪我出门口 罗教授点头道 可以 我推住他 出了花园的铁门 浓雾依然 这对我很有利 因为当我放开罗教授之后 可能有许多人持住枪想杀我 但是在浓雾的遮蔽之下 他们将难以如愿 出了铁门 我将罗教授一推 推出了几步 而我自己 极力极向后 倒跃了出去 没入了浓雾之中 躲了起来 浓雾像毛毛雨一样 草丛之中 早已湿透 我躲了五分钟 身上也湿了 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向前望去 依稀可以看到罗教授 在门口站了一会 然后向门内走去 他只走出一步 我便看不到他了 但是 我却听到了一阵 急咒的脚步声 接住便是那管家的声音 道教授 要报警吗 罗教授道 不必了 年轻人 不知受了什么刺激 我想他是不会再来了 快将我的自卫手枪收好 你一直不赞成 我枪中不放子弹 但今晚 幸而没有子弹 要不然 我一发现他的时候 只当他是小偷 几乎要放枪了 罗教授的声音 渐渐远去 再接住 便传来了关门的声音 我又呆了半晌 事情 仍然有两个可能 其一罗教授 根本是无辜的 是我庸人自扰 找错了目标 但是冷血的 伯拉克的出现 又怎么解释呢 其二 罗教授和管家 是明知我没有离去 这些话是讲给我听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两人 也实在太深谋远虑 是难以对付的敌人 我又扶了三十分钟左右 才轻轻地顺住路 走了下去 找到了我的车子 打开了车门 驶住车子 下山去 我十分心急 和警方秘密工作室联络 这个工作室的存在 也是不公开的 他所担负的 是最繁重 和最难以应付的事情 例如伯拉克的出现之类 所以我下山时 车速仍然很高 我的车子 在潮湿的路面滑行住 在一条坡式陡峭的路上 我突然发觉 车子下滑的速度 已不受控制 同时我看到路面之上 闪起了一种奇异的反光 那是油而不是水 在陡峭的路上 有人倒上了油 这是何等卑劣的谋杀手法 我心中不禁冷笑 因为想害我的人 手法也未免太低了 凭我的驾驶技术 在路面上倒些油 就可以使我命丧了吗 窝塌了下车车 可是车车却是松的 我立即赶到 我是太乐观了 敌人十分高明 他们将我的刹车车 也破坏了 车子迅速的向下滑去 去势越来越快 我已不急 做其他的考虑 我打开了车门 身子向外 穿了出去 几乎是我的身子 才一注地 还在打滚间 在我前面六七码处 已经传来了轰的一声巨响 我的车子不知撞在什么地方了 接住便是熊熊的火光 在浓雾之中亮了起来 我浮在地上 一动也不敢动 这时倒是路面上的乌油救了我 因为我曾在路上滚了几滚 令得我的身上也都沾满了黑色的滑润油 所以尽管火光可以集到我浮身的地方 我浮在地上 却也不容易为人发现 我之所以说乌油救了我的命 那是因为我又看到了冷血的伯拉克 我看不清那人的脸面 是因为火光闪耀和浓雾的缘故 但是我却看到了那人腰际一团闪耀的红光 那红宝石的腰带扣子 同时那种站立的姿势也是伯拉克所独有的 他站在那里就表现出他那种冷酷 无情斥杀成性的可怕性格来 破坏我的车车 在路面上撒上滑油 使我车毁人亡 这对伯拉克来说实在是小事一桩 因之他站住欣赏的时间并不长 便动身向外走了开去 我两次见了伯拉克 但是我两次都没有见到他的本来面目 伯拉克没入了浓雾之中不久 我便听到了有汽车发动的声音 我站起身来 我的车子仍在燃烧 但已只剩下一堆废铁了 我并无意平掉我的车子 我只是站在车旁 回想刚才那生死一线间的经历 如果我持月初车子十秒钟 那么我 我如今已是一团交踏了 我在想伯拉克一定是太自信了 这人是可怕的魔鬼 但是他的自信 则是他致命的弱点 他除非不失败 要不然他一定失败在他的自信上 而事实上 他已经失败在他的自信上了 昨天他自信在他自制的特级快枪 疯狂扫射之后 便不会再有生存的误事 但是我却恰好躲在门后 逼过了他 而如今他以为车毁之后 我一定烧死了 竟不详细检查一下 就离了开去 而事实上 我则早已跃出车子了 我本来认为和伯拉克作对 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但如今我的想法不同了 一来 是因为伯拉克 既然要将我置于死地 我必须与他周旋 这其中绝对没有转回的余地 二来 我已发现了他的弱点 只要发现了他一个弱点 便可以进而发现他更多的弱点 使他失败 我吸了一口气 沿着路向山下走去 经过了两个低势站 我却远远地避了开去 我身上满是油污 接近人是会惹人注意的 我要先回家再说 我当然不是放弃了追踪王雁和雁芬两人的下落 只不过我要采取另一个方式 并不是独立进行的方式 我准备一回到家中 便立即和警方秘密工作室联络 我花了将近一小时 才步行到家门口 我看到我家楼下大厅 灯火通明 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 老蔡难道还没有睡 正在等我吗 我快步来到了门前 取出钥匙来 打开了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